事業學習平台第一個進來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使用預設的名稱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課程的代號 可是有時候老師一定會有好幾門課 所以比較麻煩 所以我會到首頁的設定裡面 每個課程是哪一個班級 我把它設好 所以當我在看的時候 我會比較清楚 我這樣就上哪一班的 因為它那個選單它不是固定的 你看到哪一班之後 它那個選單其實那個順序會有點改變 所以老師您可以進到這個地方 在這邊在設定裡面 或者從管理都可以 在這個地方按一下設定 這裡就可以直接指定了 這樣的話您在看其他課程的時候 相對來說就比較方便 就比較方便一點 這是第一個可能老師您可以去看看 平常如果說您還沒有做的進來 第二個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叫做進入點 就是課程的所謂進入點 我們平常進去都是在它所謂的首頁那裡 但是有些老師可能他希望我進來就在哪裡 就在我們這個上課教材這邊 上課教材這邊 那也沒關係 或者老師像之前我記得一個資管理系老師 他是幾乎是好像進到課程說明還是課堂整理 所以OK的 那您就可以從這邊去設 可是我自己習慣上我還是喜歡在最外面 因為我在外面這邊 我都已經把這些資料都整理好了 都已經拿到整理好 所以資料就相對會比較多 那最近呢 因應同學的反應老師資料太多不好找 所以我特別幫他先加了這一塊 幫他加了這一塊 他要跳哪一區比較快 所以他就要跳參考區 我就直接點一下就跳下來 他就不用捲那麼長 目前這個學期有個缺點就是說 我這邊沒有帶來一個類似資料夭的方式去整理 所以我這邊資料擠的時候那個頁面會變得比較長 所以你在剪動的時候相對就是要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再加上這樣的一個調整 可能同學在用就相對會比較容易找到資料 好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課程的進入點 您可以確定的 那再來就是您剛剛看到我那上面 我會把很多區塊把它獨立出來 我們現在說明平台這個教材的部分 如果老師平常是習慣 把檔案翻到上課教材的 你會發現說所有東西都會混在一起 這樣子雖然看起來很中部 沒有錯 可是他跑出來的時候真的有點困難 雖然他有提所謂的搜尋的功能 您可以從右上條這邊做搜尋 但是畢竟這樣還是比較麻煩 所以我會在外面這邊利用所謂的課程的活動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活動 那一般來說老師可以從這邊 公告的部分大家沒有問題 因為是新聞 但是您看到的這一個 每一個這一個都是一個區塊 所有的活動 這樣都是一個活動 您可以針對這個活動裡面去放您所要的 您可以做簡單的說明 那也可以像我這樣做的連結 或者是因為每個區塊下面都會有一個 您在這邊有沒有 這個區塊您就可以用從這邊去新增 教材還是作業都可以 所以我會把作業區 像我平常我會把這個作業區 我是把它獨立在這邊 我不需要特別從這邊去增加 因為我在這邊 我只要在外面的所謂的活動區塊 裡面增加好了 相對你的那個內容 它就增在所有手邊裡面去 所以老師也許可以參考看看 像這樣的方式 那如果說您這個學期 有認真努力成立好了 像個學期就很快 因為它社會學平台 它其實每個學期 事實上都有做光榮上的改善 那我覺得蠻不錯的 您平常新增活動 比如說我在這邊新增一個活動 那比如說這是測試的 這個沒有問題可以做內容的說明 把它確定 那預設的話 它會在這邊開一個區塊 您可以從這裡調整順序 自由的選擇要放哪裡 那麼這邊如果說您要的 我已經做好了 我可以從以前的課程 那這個以前的課程不只是去年的 您只要曾經在社會學期平台上用過的 我都可以從這邊找 有時候這個是別的班級的 或者說像我是同一課程會有兩個班到三個班 那我只要做好一個班 我只要就從這邊我直接複製說 另外那個班的哪些區塊要過來 那這個過來不只是只有區塊的設定過來 是連保存您藏在裡面的那個教材作業一起過來 這要是一個省資很多 所以說老師說明哥說我之前規劃好了 那麼第一年會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就是可能再做一些調整 可是第二年之後 下一步來我就覺得方便非常多 因為我們每年講的這個課程內容 也許會有80%到90%是雷同的 那麼以後老師只要負責補充在後面10%到20% 這樣您的工作就相對輕鬆很多 那你就有比較多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這個區塊的部分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老師要確定一下 同學收不收得到信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是沒有習慣他會上來上面看 那因為我幾乎所有的課程我都會在上面做一些光告 或者叫台信證的時候還是說作業信證的時候我就通知他們 那為了避免說同學收不到信 所以我都會先請他們去檢查能不能收得到信 因為大多數同學會使用雅虎的信箱 可是雅虎的多數網預設通常都會進到對色統 所以經常會請同學到這邊來看 這邊也可以先檢查一下 因為多數同學他不會用學校的信章 他們不會用信章 那您可以在我的首頁之後在左手邊 這裡有一個編輯 就是說我的首頁進來這邊這裡有一個編輯 這裡您就可以看到您剛出設定的E-mail是誰 進來一個信章 就在這邊 那所以我平常會請同學先把這個部分先檢查好 那我還會請他們做問卷 如果有收到的要講 沒有收到的 好就直接在上面 我就知道有收到的跟沒有收到的大概有哪些 可以大概是像這樣 那我就把畫面傳給老師 您可以稍微去看看